亚洲在加强疫情防控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 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 其中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预计今年亚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将会提速 增速有望达到6.5%以上 根据预测 我们对于低碳化的发展 国家会投入138万亿的投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平台 令到我们企业 无论是在中国 在亚洲 在全球来说 都能够打造一个绿色的全球 供应链和价值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